我觉得在意料之中吧 因为第一天来到这边的话 确实有水土不服的情况 参照以往我们在出征世界赛的节奏来看的话 都是慢热的一个状态 对WBG来讲的话已经步入正轨了 今天是值得期待的 而对于STE和体坛 其实他们的淘汰数据都不差 说明正面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也期待他们今天的爆发 伊斯坦布尔是一座竞技之城 这里有着菲内巴切1907 有着加拉塔萨雷 在任何一个相关于竞技 相关于运动的场合当中 你都可以看到爆满的人群 他们可能不一定是来支持某支队伍的 但是在这种竞技的氛围当中 大家是融入其中的 那么对于S2G来讲的话 昨天可以看到 不管是S2G发挥亮眼 还是S2G遗憾败北 现场的观众都是给到他们最高的敬意 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团队 在没有打小组赛的情况之下 一进入总决赛 就手感火热的主要原因之一 过去的那两年 是我们PL在这个项目当中 绝对制霸 绝对统治的两年 电子经济就是这么残酷 昨天powerboy在台上跟我解说完下来之后 有S2G的粉丝 当面就对我们说 S2G number one 这其实我觉得跟传统体育是一样的 甚至说可能电子经济的粉丝 还算是比较温和和包容的 胜者王猴败者扣 代表我们国内移动电竞的 我们和平经济项目的这些小伙子们 应该要懂得支持而后勇 不只是在未来的两天 未来的每一届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记住今天 记住去年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再一次的站上巅峰 赢得大家的尊重 在我们现场观众朋友们的欢呼之下 让我们一起迎来今天的第二个比赛日的比赛 房间里面就是一个一黄二 另外一边S2K架枪 左边摆头右边摆头 但是从窗口出的枪械 他实在难以交架 一打一打一 一打一打一 皮亚存魂 两名选手 两支战队 结麦但是没有人能够看到他 A7是100C2K 然后狼尹是用的DBS 野猫是 本来是M4 然后也牵扯了DBS经年的换子的交换 狼尹被喷了 最后一打一看野猫 第二位还是A7的独狼 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因为拿下打 但是一国是因为人手 所以没打了 那这个位置也太拉法了 野猫拿着头具 另外一边 表面 传掉一个换枪 对方是弹鞋 接着喷 步伐走起来 必要的步伐走起来 走起来 走起来了 道士 这个世界需要英雄 就是道士 没办法 只有4打1 没有问题 最后时刻这只鸡 我们已经不再奢望了 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的满边 我们能够把对方 MP的攻势 手下来已经是相当出色了 是的 而北京微博 这场比赛获得了11分 最主要关注的是 他的直接竞争对手 Alpha7 同分我们首先 比的是吃击数嘛 所以说 蒙古SC现在是 暂时排名第二 其实世界赛 我们PR赛学队伍 犯失误的几率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第二天 大家可能在 及时调整 但是也 也不可能调整 那么完美 所以说 还是需要一点运气 在适应度 没那么高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需要点运气了 好 看一下新的圈形啊 哇 太夸张 太极限 太疯狂了 这也能刷到小岛上去 完了 这个位置 微博有点 有点难受了 这个 哇 它这个位置 有点无敌 我说实话 这个小岛上的人 不太好打 看看底下的扫射 微博已经有两个人 出现了情况了 没有办法伤害了 就可以拿到一个 有人头 目前为止 成功上岸的 好像只有在桥下的人 对吧 就是在这个铁锹的正下方 对对对 苏皮 最后还是倒在了 东哥的枪下 看到一个卫生 知道近点有一个 但是没找到 对方已经发现了 他一颗手雷 结束了他 是的 可惜了 太大型被炸倒了 只剩下苏南 最后一个人 苏南还是在温雷啊 他知道自己之后 不能够贸然的 我看看这颗手雷 躲过的这旁喷子 主动拉出来 对方躲进去 最终还是 Action的喷子 更胜一筹 交换 这个位置实在是很难躲雷 莫竹吃了一颗雷 而且这个位置在房间里面 他要去翻楼盈 也被炸倒了 只剩下了苏皮 手里面有一脑 要一击压着他 但是回去这个游户 那没办法了 这波确实是没办法 防局太受限制了 这波确实是没办法 而且他血量很不健康 没有药 旁边能服吗 哦给了一个医疗箱 来不及打药了 来不及打药了 打药了 找到了 能补掉吗 外面也只剩下一个有胜力量 能不能辣椒 最终也是获得了第二名 是的 今天是WBG的第三场的第二 第二了 这个我们打得很好啊 能拿到第二 能再觉得要活到第二 活到三把第二 是非常不容易的 然后最后那种刺激的话 也比较像雨林那种 猫子要一歹一歹过 然后刺激 或者像后边几把 就是地形原因 别人优势 我们本身就必须得 靠着一些 别人犯病 因为当别人处于一个 优势地形的时候 必须得是别人犯病 我们才有 比如说对我们对枪对了啊 或者是他自己不注意升位 只有这种情况 我们才有可能打个突破口 然后赢到最后的胜利 但是很明显也没有出现 所以对面都玩得挺好的 不想进去 那些先把这些分收了啊 我没想进去啊 我只是在做12公 我只是没 反正我们都没看 少了一下没车啊 没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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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现在这个分数榜上来看的话 个人感觉蒙古赛区才是 第一赛区啊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 我们还是期待后面 帝奥的队伍能够 来到榜一的位置上 对 对 中国人们中国人们 中国人们只能够 那个国人们 在一方文在一回厌 我相信 那是一番的 大的大的改变 这贾心 因为 他们不是很爱 你的体制 所以我觉得 也认为 他们是如此 在有一点 的消息 而 他们只是跟你说 怎么办 对 这些组织的 的 有些事情你必须感受到在游戏的游戏 Mongolan teams 他們有歷史上比賽 從最初的比賽 當我們有機會比賽 我們開始展示 世界上比賽 例如在2020年 PUBG Mobile World Invitational 我們主要主要是 如何我們可以比賽 與其他隊伍 因為我們不喜歡坐下 我們總是喜歡探索 這讓我們整個場面的 一種激烈的遊戲風格 在整個場面 大部分的隊伍 也知道 遊戲的主要是 所以他們主要是 激烈的 和 方法 今天皮奧隊伍還沒有能夠吃雞 能不能隨著這樣的一個全新刷新 給屁要小夥子們 就有一點力量 來一個吃雞的機會 對 因為今天的比賽結束過後 明天就是爭冠時刻了 對 就是ST一吃 他明天就有個創造奇蹟的機會 幾坦去吃的話 就能夠咬住爭冠行列 如果WBG吃的話 壓力會小很多 那簡直不敢想像 第二個換槍 壓制 不斷蹲起 不斷蹲起 WBG正面拿下 快動到著S2G 蘇南 過來之後呢 SUK一顆接車雷 看看能不能接到 先上DBS過來搜點 這顆雷扔出來之後呢 蘇南沒上當 進來之後是一個一般一高點的隊友 好像不能夠幫他下槍 R23 R23後面打到了 可惜了 像素的背身是漏給了高點 看看明明還有沒有機會 再把海明往前近一點啊 是的 我們在這場比賽開始之前 給WBG規劃的 就是這場比賽 儘量的要 衝到90分的大關以內 為明天鑑定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現在第五名是有三分的排名分 是的 這是和 文國FTE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最終是 帕爾金的一顆雷 帶走了IHC 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DM 目前這個分數來看的話 其實是只有北京微博 有機會去爭奪這個冠軍的 對於我們PL賽區來講的話 那對於另外兩支PL賽區的隊伍來講的話 其實這兩天暴露的問題已經很明顯了 嗯 都是三個字 不敢打 從第一天打完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可能這個世界賽全民不太好打 推進 各方面都比P要難很多 就我們之前可能奪冠的那一套 打法和思路在世界上沒那麼好用 現在打世界賽 強度有點高 到了世界賽之後 就 掉人不容易掉 然後 前面的壓強特別大 如果想要打 推邊的話 難度很高 國外的戰隊啊 他 球戰心會比P要更強啊 就突然一波錯不及方的一波進攻 我都沒看懂 他就把我們滅了 其實第二天打完嘛 因為我們第十四名 然後也沒拿什麼分 因為這比賽就一共就三天比賽 如果說第二天沒有處理好的話 可能我們就沒有機會去爭奪前列的名次了 所以說可能機會渺茫 可能每個人那邊可能都發生了自己一點事情吧 沒有說慢與快吧 我覺得還是很差的狀態 我覺得可以把上下半場分開說 當然上下半場 體貪和ST都 都沒有很發力啊 但上半場 微博打完之後 我們三個解說 在那邊解說台上都是熱淚盈眶 雖然說沒吃雞 但是高光真的挺牛的對吧 打完之後我們三個人相識 就覺得哇 機會來了機會來了 但是下半場之後 你看你看你看他表情 其實微博錯失了太多的機會了吧 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的感覺 那我說實話 對於WBG這樣的一個頂尖團隊來講的話 他們這種打法 有點像什麼呢 比如說足球當中 你看英超慢聯 你花了這麼多的錢 你組建了這樣的陣容 然後你打這樣的打法 那就是不太應該的 所以說對WBG來講的話 我希望他們在明天的比賽中 能夠更有統治力一些 區號的觀點跟我比較認同的一點 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主動性還是稍微低了一些 很多時候還是在圈邊看一下 聽一下 要拿到一個 覺得自己是處於一個第三方的機會位的時候 我再去打這一波 缺少一些主動性去自己開拓一些優勢圈點的能力吧 但是我們 但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說WBG這樣 因為他們已經是P1目前打的最好的隊伍了 STE 甚至STE已經忘記了自己在 資格賽階段是怎麼拿到那個名額的 就那兩隊我們現在是暫時抛開先不談的一個狀態 但體談我覺得他作為一號種子 雖然他是一號種子 但是97和狼影這兩名年輕的小将 其實在場上作用並不大 我們可以給到他一台包容的空間 但對身材STE來講的話 我覺得發揮的太過失水準 包括在很多預測和朋友的溝通 我都會說STE是我認為奪冠的熱門 我也一樣 我是認為他們奪冠的熱門 因為那幾個哥們小將槍有點猛 但是在兩天就是12場比賽當中 STE幾乎都是山智在做 往前突進的這個動作 這讓我很詫異 但是他很少做這樣的事情 當他都站出來 就相當於克里斯保羅在開始得分的那種感覺 你就會覺得這樣打能贏球嗎 就這種感覺 現在比賽還沒有打完 我希望明天 就今天他們完全覆盤之後 最有機會改變的是WBG 只要他們能夠說在一些選擇上 不要那麼的執拗 不要去那些爛房子 你選點上你提節奏沒有問題 但你要為後面著想 你要爭取吃雞啊 不要去做那種沒有圈 就完全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就位置上 不要再像今年的每個州決賽一樣 穩穩的能拿150分 但是當有一隊 對 打出了更加勇敢的數據 就WBG奪冠 150分 這個分數線上下左右 但當有隊冒到了160 170 180的時候 那往往那一周的州冠軍 不是他們的 他們的打法非常成熟 非常穩定 但是衝擊冠軍的話 真的還需要再勇敢一些 我就在想P2的聯盟當中 有多少專業的數據師 有多少的教練團隊 這麼長的時間 沒有發現WBG的問題所在嗎 我們不能跟他們說 是因為我們是一個解說 可能我們說的 並不是最有幸福力的 但到現在為止 從聯賽 總冠軍的爭奪 到現在 全球總決賽 總冠軍的爭奪 三四圈節奏變奏 選點問題 思路上 還是沒有轉變 那麼為什麼 每一次和冠軍 實質交臂的都是他們呢 為什麼呢 如果今天晚上他們能夠醒悟 我相信明天 今天是有三局 有爭奪吃雞的機會 明天三局拍到海外隊伍臉上 我們就是冠軍 但今天 我比較難受的是 這麼長時間都沒有改變 我不相信一夜之後 他們就能夠有所改變 但是我還是吃我的觀點 P2 不再是第一賽區了 我們不能苛責WBG 而是上上下下 多少 我們這些行業裡邊的從業人員 應該要去反思的問題 好的各位屏幕面前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騰訊遊戲光子工作室群 騰訊電競主辦英雄體育VSTO 獨家製作的2023 和平進行全球總決賽 最後一日的比賽現場 那今天也是來到了我們總決賽的 最後的一個比賽日 雖然可能WBG現在25分的分差 可能是一場大分才能追得上來 但我覺得以微博 他們這兩天的決賽圈率 前五率來說 如果能夠對比昨天 更多的把握住吃雞 拿那個10分吃雞分的發揮的話 也是有追的機會的